大家好,今天是3月5日,星期五,今晚美國有就業數據公佈,即是無論它公佈什麼都好,我相信美國聯邦儲備局加息只有0.25厘,因為我一直都認為美國聯邦儲備局是無心對抗通脹。 最近有俄烏的戰士給了一個絕佳藉口拖延加息,目前拖延加息是會有代價的,因為通脹一定會再急劇上升。